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能够 而且是正在发挥社会的良心作用 我们首先请李飞来为大家介绍这个小时的国际新闻 好的 谢谢孙城 中国海军的三艘军舰已经启程 他们将加入一个国际舰队打击索马里海域猖獗的海盗 中国海军的两艘驱逐舰和一艘补给舰 星期五驶离海南岛的停泊港 前往亚丁湾和印度洋巡逻 这些军舰上再有至少800名船员 其中几十人来自特种部队 索马里海盗在2008年劫持了40多艘船只 还扣押着至少15艘船只 并把船员扣为人质 一艘中国船只这个月早些时候遭到海盗攻击 但船员们成功击退了海盗 上个星期 联合国安理会投票表决 允许外国政府进入索马里领空和领土追击海盗 以色列已经开放了通往加沙地带的过境点 以便人道救援进入这片物资齐缺的巴勒斯坦领土 有关官员说 尽管以色列军队与哈马斯基金分子之间的冲突日益升高 再有燃油和其他物品的卡车 今天仍跨越边境 自从上星期双方的停火协议到期之后 巴勒斯坦的基金分子已经向以色列境内发射大量火箭 哈马斯说 这些攻击行动是针对以色列士兵打死三名基金分子而进行的报复 以色列国防官员说 他们正在准备对哈马斯采取行动 有可能不只是进行空袭 几内亚军事政变的领袖们 正在为去世的独裁总统孔黛筹备国葬 军方官员说 孔黛的遗体今天将被送到位于科纳克的主体育馆和大清真寺中 之后将被葬在首都郊外的一个村庄 孔黛生前常年吸烟并患有糖尿病 他执政将近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后 于星期一告别人事 就在他去世几小时之后 一位叛变的陆军上尉卡玛拉宣称 他和他的支持者们已经接管了政府 吉内亚总理以及另外30名政府官员 星期四向政变军队投降 吉内亚总理在广播讲话中 对卡玛拉说我们现在任你处置 非洲联盟美国以及欧盟都呼吁吉内亚尽快恢复民主政体 日本11月份工业生产比上月下降了百分之八点一 星期五公布的官方数字显示 日本企业产量连续第二个月下滑 日本经济产业省说运输设备 通用机械和电子配件产量的下降 导致了总产量的减少 在美国绝望的零售商 星期五准备一大早就开门营业 并给予消费者百分之七十五的折扣 希望以此拯救令人失望的节日购物季节 即使传统的高档商店也在减价求售 美国零售商店依靠圣诞节前的几个星期 为整个一年盈利 不过研究机构表示 金融危机以及对裁员的担心 似乎从根本上改变了美国人的采购方式 经济学家认为 通常想买什么就买什么的美国人 现在去商店只买他们的确需要的东西 美国当选总统奥巴马 在星期四圣诞节当天 出人意料地慰问了 驻夏威夷的一些海军陆战队员和水兵 奥巴马来到他住的度假地附近 一个海军陆战队基地和那里的官兵 及他们的家人共度了一个多小时 奥巴马对他们为国效劳表示感谢 并花时间与他们合影留念 奥巴马在星期三的一次广播讲话中 呼吁美国人民继续支持在境外作战的美军 他说这些美军官兵的贡献是非凡而无私的牺牲 同时为我们所有人带来鼓舞 奥巴马还呼吁美国人民再度发扬同心协力的精神 特别是在目前的经济困难时期 奥巴马自从上星期六和家人抵达他的家乡 夏威夷度假之后 大部分时间都没有公开露面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感谢您的收听收看